A.M.O.T. News 今天跟大家讲讲 前两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土地供应专辑小组 在月底就会交报告 其中一个烫手珊瑚 或者所谓的热点的一个讨论焦点 粉领哥尔夫球场 将会建议拿32公顶出来建屋 如下的140公顶暂时未提到 我立刻想 如果我是今次粉领哥尔夫球场事件里面的 各方持份者 我应该有什么反应或者应对 先讲一讲 要求收回的就是所谓泛民或者反对派 如果我是这些泛民人士的话 我想我就不会像民主党之前 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出来说一定要全部收完才收货 32公顶是不够的 我想我绝对不会这么说 因为确实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很多市民都觉得反对派或者泛民 都不太懂得玩政治游戏 每次都是反对反对继续反对 如果今次在这个住屋问题上 如果真的政府接纳了小组先拿三岁公顶出来建楼呢 我觉得大部份的市民都会赞成的 那究竟泛民是否应该在先政府之前去回应了这个能够比较快的方案呢 能够拿到地出来建楼呢 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呢 我相信今次不少市民会对泛民过去的反对观感 是会有少少轻微的改善的 那如果我是泛民的话 我也会透过这一次的举动去告诉市民 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是反对的 如果政府是有诚意的话呢 我们也会赞成这些方案 那你说是否能够两全其美 又能够快点起到楼 又能够在民情上拿分呢 那至于你说一些高球爱好者 或者粉领哥尔夫球场的持份者 又应该怎样应对呢 当然我估计呢 如果从他们之前的一些说法 就觉得呢 这个有很多的古树 也是一个保育 环保的一个地方 那就不应该一寸都不能少的 那但是我也是那句了 如果我是高球场的持份者的话 我都会想一想就是 从政府究竟那个焦点 应该放在这三十二公顶 是否拿出来 还是说保住余下的一百四十公顶呢 因为如果拿了这三十二公顶出来 能够保住余下的一百四十公顶呢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赢了的了 因为在今天的一个这么民粹的社会 或者民情这么高涨的底下 住屋声音呢 可以说呢 就是大过天呢 的这样的环境呢 如果你说高球场那方面的一些持份者 仍然觉得他们可以全身而退 完全不拿哥尔夫球场的一尺一寸出来出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脱离现实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焦点 反而应该是放在 怎样和政府在未来的一百四十公顶 怎样保留他做哥尔夫球场呢 这个可能是来得更加实际的 那至于你说了 最后操盘的那个就是政府 我觉得如果今次专责小组 是开出这个条件的话 政府应该立即反应出来 即时叫好或者即时接纳 因为既然有小组的这个建议呢 政府也都应该充分去肯定 这一班小组里面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意见的 既可以呢 就是说令到人们觉得呢 政府是真正呢 是有心聆听小组市民的声音 也能够呢 尽快解决到部分的这个主屋问题 那就确实呢 我觉得如果三方面都能够呢 从我刚才那个逻辑去想想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想呢就今次粉领哥尔夫球场的 这个的所谓的烫手珊瑚呢 应该呢都可能呢 能够呢就能够顺利解决了 好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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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